哈囉大家好 我是俊俊老師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呢俊俊老師又要來講愛瑪士啦 今天要講的就是愛瑪士配貨 我都配了什麼貨 其實呢大家都有很多疑問啊 就是愛瑪士這個配貨的機制到底是怎麼work 所以呢今天俊俊老師呢就來教大家 我自己的配貨經驗跟要怎麼配貨才能拿到包包 首先呢我買愛瑪士呢其實 一開始在買的時候呢 我也是跟很多人一樣就是非常的驚恐 因為不曉得說今天我想要得到這些包包 我到底要買些什麼東西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分類一下 愛瑪士呢配貨呢有四種不同的人 OK第一種人呢就是一開始進入愛瑪士的人 一開始進入愛瑪士這個世界對他們懵懂無知 完全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可能進店裡面的時候一看到價格就覺得說 哇他們的東西其實是蠻昂貴的 那想說就從小的東西開始買 但是買一買買了幾個 比如說什麼手環啊皮件啊 結果跟那sells買完之後就沒下文 他也不會拿包包給你 然後呢你就會想說算了吧 那就再說囉 第二個階段呢 你已經買愛瑪士 你很想要得到包包 你也很想要拿到什麼薄金啊 凱莉啊康斯 然後你就會開始不停的瘋狂的買 然後一直配貨什麼都配 比如說配傢俱啊 反正今天sells叫你配什麼就配 然後常常拿一個包出來呢 結果就買的是超過這包包很多的價錢 都有這種情況 好那這是第二種人 那第三種人呢就是 他其實在愛瑪士呢買過很多 但他們呢很聰明 他們會知道說今天我要買些什麼東西 跟我要買大概多少 然後我就可以拿到這個包包 所以通常呢買的比例呢就是剛剛好 不多不少 有時候還可能不太需要配貨的情況下 就可以拿到這些包包 最後一種人就是 呃 太有錢了 所以他走進去呢就是VIP的狀態 要什麼包有什麼包 因為反正錢太多 也不怕買東西 什麼手飾啊 鑽石啊 什麼都可以拿來配貨 這種我們就不談了 因為這種就是 金字塔頂端那個百分之可能 0.1%的人在做的事情 大致上就是這幾種人啦 那其實我呢 自己也經濟過一開始 就是第一種人的狀態 他就是我以前學生的時候 想說哇 剛知道愛瑪士這個東西 剛知道伯金這個東西 跟凱莉這些東西 我就覺得哇哦 我好想去嘗試看看 然後呢走進去一家店裡呢 畢竟那時候也沒有賺錢 所以就沒有什麼錢可以亂花 所以呢你就進去看 想說我來找的最便宜吧 反正大家都會去買像這種 皮件的這種東西 但是因為就是錢不夠嘛 所以你就只能買這幾條 那他們也沒有辦法給你包包 因為你消費紀錄就是太少 你就變成說你開始要存錢了 買鞋子啊 衣服啊 帽子啊 等等的 然後你就開始慢慢知道說 欸我要怎麼配貨 其實俊倫老師非常誠心的跟大家講說 今天如果你遇到配貨的情況 千千萬萬不要買自己不喜歡的東西 就是那第二種人 像我在美國的Sales 他們不太會喜歡說 推薦一些你不需要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呢 我去配貨的時候 完全都是買我喜歡的東西 我不會因為我為了要更快的拿到包包 我就去買一些我根本用不到的東西 所以我們要教大家是怎麼樣可以買到 像那第三種人 就是今天呢 他知道自己要買些什麼 知道自己要幹嘛 進去的時候 配貨要配多少 才可以拿到這些包包 那我就大概講一下 我自己有配過什麼東西 最後再跟大家總結說 買哪一些東西的時候 比較容易拿到包包 就從最早開始 我就會配很多像這種手環 但說實在其實這些手環呢 是真的還蠻好看的 他們這皮的也是都做得蠻精緻 但是 有一個小小問題 就是因為皮的 你過來手上的時候 很容易沾到水 所以其實不是那麼的方便 就你就必須要非常小心 那這些小東西的單價 大概五六百塊美金左右 然後之後呢 你就開始想要配這小馬啊 一些吊飾啊 這些吊飾也是不錯的選擇 我有看過那種鐵粉 一整個抽屜打開 養了大概有幾百隻這樣 那都是一開始你可以入手的小配件 那小配件其實這種東西 它可以拿來當作一些補助性的角色 再來呢你就會開始會有一些什麼絲巾啊 也是一整個抽屜無數條 可能上百條上千條的都有那些 那絲巾呢其實有時候看運氣 因為我常常在現場看到很多絲巾 我覺得都不太好看 然後可能你就是要 大概挑一下什麼包包啊 要怎麼配什麼絲巾這樣 所以絲巾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像這絲巾大概是大概兩三百塊美金左右 然後也是一個蠻好可以當作輔助性的角色 再來呢 譬如說就會有帽子啊衣服啊這種東西 真的我很喜歡所以我才買 然後就覺得真的戴起來是好看的東西 然後再來呢你就會開始想說 我要買一些小皮件 譬如說像皮夾啊皮包啊 大家都一直要推我拍皮包的特輯 但是我現在覺得自己的皮夾還不夠強大到可以推薦給大家 但沒關係我之後會慢慢累積 那這次是我最喜歡的CS burn 我覺得它最好用 其他的我都覺得還好 像Constant皮夾我覺得很不好用 Kelly的皮夾我覺得也不好用 因為你必須要這樣兩邊這樣打開 我覺得有時候拿錢的時候你只想要單手 然後就這樣子拿出來 然後很快速的這樣子插進去對不對 簡單一點不要弄得太複雜 或者是拿鍊式的都會比較方便比較適合 然後再來呢就會有一堆鞋子啊 這雙呢是我最喜歡的Kelly的Boot 然後我覺得很好 它有長筒的但因為我的小腿呢 就是比較粗壯一點 就是我覺得它那個地方太緊了 穿起來不舒服 所以我就買這種低筒的 然後呢還有這個非常有名的他們家的拖鞋 我相信買愛馬仕的人都必會有一雙 但是我覺得這雙拖鞋呢 對我來說有非常大的缺 就是我買大一點的尺寸它會有點太熟 如果買小一點的尺寸 我之後穿的時候腳會有點痛 因為它這個地方會有點磨腳 所以它並不是都適合每一個人的腳型的 所以我覺得你們都要去店裡面試看看 不要因為就是說 哇在網路上好多人買 然後你就覺得說 應該我也需要一雙所以去買 然後結果待會買回來之後 不適合自己的腳型或怎麼樣的 然後呢這雙呢也是Kelly的 這是好像是去年出的吧 它是很多不同配色 然後是一個低根的涼鞋這樣子 我覺得很好看是Kelly 然後再來呢就是它的涼鞋 我是蠻常買他們家鞋 因為我覺得他們家鞋子蠻多都蠻好看 然後這個也是Kelly系列 我是Kelly系列的中石本 很喜歡買他們系列的鞋子 然後這雙呢 這雙是剛剛那雙咖啡色的進階版 就是它後來有出這種綁帶式的 我後來真的蠻喜歡 這一雙呢就比那一雙更適合 因為這一雙它其實你們可以比較一下 它有改變過一下那個形狀 有沒有看到前面的圓弧形不一樣之外 它這皮的地方也變得比較柔軟 然後比較不一樣 它這個好像是absorbed皮的 然後穿起來就是比較舒服我覺得 然後我覺得它有出很多 它記得好像有剛剛那個顏色 這個顏色跟紅色還是什麼 我忘了但是很好看 然後呢你就開始買完鞋子以後 你就會想說好吧 那我開始買一點家具類的東西吧 那我家具類的東西 我不會去買什麼垃圾桶啊椅子啊 或是就是燈啊這種 我覺得那真的有點太誇張了 譬如說我就會像買這種 是毯子啊 是真的用到家裡用的毯子啊 或是枕頭 有沒有看到我們後面的枕頭 這些 然後我自己是還蠻想要買一個放手式的那個盤子的 我覺得它也蠻好看 但我一直還沒有入手 因為我還沒找到喜歡的顏色 然後呢配完這些家具以後 你就會開始配 譬如說圍巾啊這種配件 那這些價格呢其實都不會說太誇張 我覺得最貴 他們家最貴就是衣服跟珠寶 那像這些呢都是比較平價一點的 但是這個圍巾是Cashmere 所以其實蠻保暖的 然後可以雙面用 我蠻喜歡這個圍巾的 一面是黑的一面是綠的 然後呢配到後來還會 譬如說我就會幫我女兒買毛巾啊 紅色的 然後覺得 我真的覺得他們家毛巾超級好用 很吸水之外 然後又不容易臭 就是你知道毛巾擦完 常常整個毛巾都濕濕 你過在那個地方 如果是過在室內的話就會很臭 然後買了一條以後就發現 欸這有點太小了 然後後來我自己又再去買一個更大的一條 但是真的那個那個 那個吸水度真的很好 我蠻推薦他們家的這個毛巾 很好用 這毛巾我記得是 大概 大概也是兩三百塊 三百多塊美金左右 那這些呢其實都是一些你可以配的東西啊 然後也不是說太昂貴的 那 你其實激少程度 如果你有累積這些消費紀錄的話 他們其實 一年都是可以給你兩個包 所以他們就會看你的消費紀錄說 看你是不是很忠誠的一直在 在愛馬仕消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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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